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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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魯被譽為業精六學 才備九能 學術成就 登峰奏極 一切驕人之處 都是源自他那份自學精神 儘管年時已高 姚魯依然堅持 每天都要看書 要研究資料 做學問 已經是姚魯生活的一部分 我印象是姚教授 其實他幾乎是所有的生活 都是做學術研究的 任何時間看到他 都是在講學問的事 即是在講中國文化的事 他每天都寫東西 還有他對於新的資料 學術上的資料 他都不肯放過 譬如在報紙看到一段時間 他覺得某地方出土這些事情 他會很想辦法去聯絡一下人 看看從哪裡可以拿到更多的資料 姚宗兒認為知識 不是各限在書本裡面 他管著讀萬卷書 走萬里路的初心 經常周遊列國去實地考證 除了我去法國、美國、日本和台灣做研究 姚魯還去過印度 是研究中印之間的文化交流史 期間他去過石蘭、緬甸、柬埔寨和泰國 考察埋古跡 原來姚魯去旅行的時候 都和現在的年輕人一樣 是喜歡紀錄低所見所聞 不過他就用了一種很獨特的方式 去留住回憶 但是他有一件事 他說他一生都不做的事 就是他不死人記 他說因為我背到那個地方 唯一我想了些甚麼 我是用詩歌去表達 所以有很多時候 他會說除了靠 他看到那個景色 他都寫書寫的 寫我們不經常叫做書寫 或者是掃描 掃描 但是他還有另外一件事 幫他回憶那個地方 就是他可以看回他的詩 了解當時他怎樣想 姚教授那個自學的嚴謹 他那種求真 求是 求正的態度 他就是在工作中 在他的學問的追求中 培養到無窮的樂趣 他亦都得到很多的快樂 這件事我覺得都很值得 我們後輩去好好學習 路漫漫期修遠是 不將上下而求索 要鍾兒是為志趣而做學問的 無論是要用多少時間 要去到多遠 他都是這麼涉而不捨地去追尋 正正就是這一種搖功精神 香港不是文化沙漠 我現在看到他有 unas 有期待的思考 我會讓他帶來 某些穩闓途 Beethoven 斯良山 功夫 感谢观看